封面五比四标题 那如若璀璨群星的双眼 他们观察着这才且脱离强宝的宇宙 并为其中的神秘而深深陶醉 相抵动身捍卫生命的纳鲁 泰坦则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们来往于黑暗指尽的各个角落 寻觅着自己的同胞 而这宏大而深远的旅途 终有音韵将改变森罗瓦像的缺路 并顶夺一切有生之物的命运 《魔兽世界》编年史卷一第一章 神话中锋是篮球场上身材最高大的球员 正如古希腊传说中的太太一样 从篮球到上古时期以来 中锋统治了绝大部分的时代 在进攻端和防守端 主宰了这项比赛的胜利 哪怕是在追求极致攻防转换速度的现代篮球中 一名有实力的规划中锋 也能够站住如智涵飞台等国家 地区代表着有着实力上的蜕变 所以说中国篮球是幸运的 在中锋这个位置上有着层出不穷的人才 在我的看球生涯中 中国篮球始终有着亚洲实力储备最最厢厚的中锋群 但中国篮球又是不幸的 所谓千军以得一架篮球 呀 以这样的顶尖中锋难得一见 新一代的一栋长城还没有来得及建成 工地就已经停工 的三分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法被防守的得分手段 上篮灌篮上篮和灌篮的手助功率也要超过55% 主要进行倒差或切入篮下的接球上篮灌篮 以顺下吃病为主 接球的位置要尽可能的深一些 到达河里冲撞区 在这里周期就可以直接起飞进行扣篮或者上篮 注意周期的灌篮动作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灌字 虽然周期的弹跳并不是十分的出色 但是可以使用灌篮的手臂动作 迅速扣篮进行终结 抓住机会不浪费一分一秒 下图的动作比较明显 在高水平的赛场上 每一个细节的都会影响成功率 该灌篮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在人群中结球后高举高达 不要落球 因为大个子弯腰后的灵活性远不如小个子 在人群中运球会被轻松的掏掉 产生失误 错过一次进攻机会对比范子明的一次进攻 去晃之前这一个犹豫就错过了机会 包括胡尖秋 王哲林等等 很多大个子都有这个不好的习惯 刚才说到周期的扣篮有相当比例的非受助攻比例 这并不是说周期的自主进攻能力很出色 很大个原因上是因为周期有出色的前场来把嗅觉和反应速度 通过二次进攻和的板球的争抢获得球权 然后快速扣篮终结 下图这个罚球不中 自抢自扣 弹速惊人 不知道是被我之前的印象有所低估了 还是周期的腿部爆发力有所提高 如果真的是弹速有所提高的话 那每地体训到水平真的难以想象 在水力时间很短的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能量 这个能力我一直觉得属于天赋范畴 现在也能在后天训练后明显提高 而对周期这样的大个子来说 弹速远比弹跳高度 更重要其他的捕篮周期的攻方转换也非常积极 先是三分线外对头篮进行干扫 然后快速奔提到前场接球扣篮 迅速结束回合 这也是周期能提高回合数的原因 有了他的防守就能产生大量的转换进攻机会 帮助球队轻松取分 提高比赛节奏 当然周期也有一些个人单打的手段 因为单打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转身上篮 二挫位强打 另一种方法 就是利用自己的控球能力获得一些突破上篮的机会 如果想成为常规的分手段的话 周期的控球能力和突破技巧还需要提高一些 先防对手上来比强后 周期常常会被动的提前收球 有时候会形成姿势比较离谱的上篮 其他的细节包括启动的姿势也需要改变 挫位启动的速度显然不够理想 想办法压低中心 利用长度获得出手机会 参考英格拉莫突破动作的变化在突破过程中 前腿越过对手的同时 要保证去干的挺着并且加低角度 这样肩膀和手臂一定会获得足够充分出手空间 随着控运技术的提高和突破技术的改进 因格拉莫的突破成功率会大幅提升 相信增强对抗之后 因格拉莫会提高终结的效率 这个也是用于周期的 突破两个人都有着同位置 伤过人的长度和稍弱的爆发力 以及比较瘦弱的身材 试探不厚的对抗上篮 这一球的技术环节就不错 抢到身位之后 立刻收球 用后背保护篮球 对抗之后和稳上篮 左手突破 后的拉杆上篮侧应球 周期的助攻术不够出色 就我的观察 周期进攻端以吃病为主的定位 这让他缺少处理球的锻炼机会 偶尔有灵光一闪的传球 手递手传球 并进行掩护助攻高位的侧应 不停球横向转移助攻队右 M 机的传球穿过防线 找到剩下的队友总结 周期最出色的地方是防守能力 在打拆之后的大防小上颇有心得 尤其是对领空的防御 能够扇飞每一个进入领空的皮球 但是与护框能力做对比的话 周期对篮板球的保护还不够好 在进攻端 周期的打法严格可守魔球理论 既大量的选择了效率最高的篮下得分和回报率最高的三分球出手 非常依赖队友的卫球 有不错的吃饼能力 有一些持球突破能力 在投篮上主要进行定点跳投 总结这一年的NBA生涯 我觉得周期最令人欣慰的就是在持续长肉的情况下 保证了三分手感的柔和 最大限度保持了移动的敏捷性 有一些进攻上的细节开始改善 比如吃饼的时候 到手的篮球高举高打 迅速上来结束回合 不会运备的下阵运球 最令人不满意的是把球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另一个问题在于周期习惯性的慢热 在NBA就有这种问题 看过周期今年夏季联赛的朋友也会发现 周期通常在第一节显得很迟钝 攻防两个都会走神 到了第二节子会大发神威 这就是慢热的体现 不能迅速兴奋起来 他对犯规的控制 对派法尺度的掌握能力也需要提高 最令人纠结的地方是周期的培养方向 周期本人出现 在5号位上更加自如 但是进攻端对抗太吃亏 好在周期的防守能力能帮助球队很多 而火箭显然想把周期培养 成有防守能力的莱恩·安德森 但是周期在火箭队有限时间里的三倍球命中率 堪堪踩破10个百分点 让人不得不担忧周期能否利用三分能力力足NBA 一场比赛的细节上面 介绍 那周期的一些能力 下面我本以为周期会在四股赛上小事牛倒 结果事与愿违 只好把取牌目标转向夏季联赛了 这一场比赛应该是周期今年夏联表现最好的比赛了 本场比赛数据表格 姓名时间得分篮板助攻投篮三分罚球抢断盖帽事物发规加上文 我夸奖周期太多太多了 所以下面的比赛分析恐怕不太好听 不但好看 还请周期的粉丝见谅 我觉得防守是周期的立身之本 如果他连防守都做不好的话 那周期就失去了在NBA站稳脚的可能 所以这一期细节的主题就是防守安全摆周期慢热的特点 我在第一间看到周期在防守端平平半挫 看到周期在身体兴奋起来之前 暴露出了很多防守技巧性的不足 我的目的就是找出问题 看看哪些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所以下面再也没有好球几锦了 注意回避呀 之前我说周期有精人的大防晓能力 这全靠周期在有出色的身高对角的基础上 还有出色的横引速度 这些是天赋的优势 天赋帮助周期能承担错位的防守 挡拆防守 帮助他能扩大防守面积 而这场比赛暴露一些防守脚步上的缺陷 需要真对性的训练来改善 能帮助周期在NBA中展现出更强的防守能力 技术问题一 横一时双脚的最小跨度一般来说 我们会鼓励防守球员的横一脚步细碎一点 这能帮助球员保持重心和稳定 在对手齐停和变相的时候 可以始终能保持在他的身前 这一点上周期通常会做的不错 但是当周期上提到三分析来 会产生新的问题 面对对手启动加速的一瞬间 周期的两只脚距离太近了 就如目标寄出来的倒三角形一样 如果周期的两腿是锁住进去的一扇门 那这一刻就是门户打开的时候 双脚并拢 会将自己左右两侧都给对手绕开 有巨大的突破空间 一步走错 之后的防守就会陷入被动 二 防守脚步的重心问题 有些打球比较多的朋友 都知道个突破技巧 那就是在做三威胁的时候 对手迈出篮指角 就从那一边突破 一瞬间就能突破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重心 所有的突破晃动 都是为了晃动对手的重心 既然对手主动打破了自己的重心 为什么不利用呢 参考上图 我圈出来的周期前脚 你会发现 当周期的重心脚在前的时候 防守突破就陷入了被动 比如最后一次对手突破进去这一刻 周期的重心脚是左脚 对手选择从周期左边突破进入上来成功 因为这时 周期的右脚还没有扎实的落地 无法把力启动 所以被对手轻松 地从左侧突破进入篮下 而周期找到比赛感觉之后 这些缺点都靠天赋弥补了 当然技术改善之后 应该会帮助周期更好地适应高水平的比赛 参考上面的这张图片 以及图文微信里面的极紧 当周期在脚步上减少犯错之后 就成为了一大四小阵容 里面的极品中锋 可以无限换防 比如上面这个回合进行三次换防 最后逼迫对手调求失误 一是问题 周期有非常好的风盖嗅觉 也敢于主动成大补防的责任 这些很好 就会让周期有更大的防守威慑力 但是一个好的防守结果 不仅仅是一个风盖 当你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到皮球上 就会出现路人走神的现象 上图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周期防守时的多余动作 这些需要控制 这会让他陷入发挥困扰 这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中锋的痛病 需要经验积累 最好是教练组的严格要求 比如组八词这次防守 不停的观察若策 做到队场上球员位置心中有数 低位单打的防守上面两次防守的不错 感觉在想连这个对抗水平 周期的对抗并不太吃亏 在技巧的帮助下应该能弥补不少 当然 现在NBA里真正会低位被打的巨无霸越来越少了 但是在FAB篮球界仍不免会有一些恐龙的存在 上途的防守阿伦被打的姿势应当加以改善 参考莫托姆博防守奥尼尔的动作 手臂收起来左右打开 努用让去大致和对手进行对抗 以较低的角度努力低压低重心 将对手与篮筐隔开 这就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不一定要每一次都防住对手 只要让对手的出手难度不断提高就是胜利 篮板球的保护周期的篮板数据不够好 但是这场比赛对防守篮板的强位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态度和意识都不错 技术也很扎实 希望周期能把这个好习惯带到国家队来 将大家强位的态度都能提高一些 联名批评一下大王 哼哼了 还在挖掘潜力的李木豪 进步几乎停滞的王哲林 遭遇毁灭性伤病打击的邹宇晨 为了NBA的轮化DV而打拼的周期 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来得及成长 是否能撑住后翼建连时代的中国禁区 在此我也无意去吹嘘他们曾经展现出来的天赋 也不够资格去问责国内俱乐部的培养方式 我只是要庆幸 周期终于还是得到了进入NBA厂当的机会 有机会得到全世界最先进的训练和培养 与登陆NBA时代姚明相比 周期就好像一张白纸 不过是一个有着两只长臂的七尺男 竟然一身而来 他能成长成什么样子 全靠球队的培养和周期的努力 这与国际上和国内的培养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 比如克罗地亚和祖巴茨和日日齐 进入NBA时都带着健康的体魄和足够的体重来的 有着比较成熟的篮下进攻技巧 比较华丽的脚步和勾手技术 结实的掩护和巧位意识 但是移动能力不足 打拆防守势力 对快速节奏的不适应 导致了他们持平能力的不稳黄游手 国内的中风 恕我直言 无论年少的还是年老的 修赛期通常看到的训练科目 就是增重或者谨重 不太注意对基本功的雕琢和技术一时的改善 而在季期间 大部分有实力的球员 都会受到劫子而鱼式的使用 这让很多年轻球员还没来得及对线天赋就已经伤痕累累 失去了更近一步的机会 就像曾经在新疆对夏丽的乔达克劳福的所说 周琦 He needs to get out of China fast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teach basketball They will treat him like a slave Crawford said He needs confidence and a structure Because in China They will run him into the ground 周琦得赶紧离开中国 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培养他 反而会像对待奴隶一样榨干他 周琦需要自信和系统的训练 而在中国 他只会被挤干最后一滴血 所以说 我很庆幸周琦能尽早的离开了CBA 去美国接受最先进的训练体系 现在 正如前言所说 周琦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去挑战篮球的最高殿堂 那么年轻的泰坦啊 你何时才能定夺一切有生之物的命运 为中国男篮主宰赛场呢 希望周琦能够野蛮成长 早日为中国队打造新一代建飞去 也希望伤众有的故事不要再频频上演 希望中国的篮球人才能够源源不断 健康成长 创造更好的成绩 文子棕树赛季球队出场时间命中 三分罚球总篮板入攻强断盖冒 场均分2018 Summer league subtract 5.51 subtract 2.3 To subtract 56.510 Subtract 18 IGV 2400 And the 25.94 subtract 8.41 subtract 3.51 subtract 2.36.31.10.52.311 2017Summer league 525 4.82.22016 2017新疆4431.15.7 10.00.51.34.25.9101.212.316 2015的2016新疆4233.25.59.00.20.4 4.76 029.81.51013 215.82014 2015新疆3128.255 8.00.00.32.94.070.8 3.314.1 周期经过一年的锻炼 周期这两次夏季联赛的表现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考虑到周期在发展联盟的比赛时间比较稳定 我的讨论主要也是根据NBAG League的数据进行的防守 盖冒数据周期是G League里面盖冒总榜第14名 是前50名中场军盖冒数数第二高的球员 场军2.3个 是前50名球员中盖冒占比第三高的球员 高达63.5% 可以说几乎一个人为毒蛇队打造了进飞区 周期在U161请赛上横空出市 就是靠着一手令人害然的盖冒数据而闻名 大号的盖冒三双就像家常 便饭一样平常 这也是周期最大的优势之处 就是在有着惊人长度的同时 还有着相当敏捷的移动能力和灵敏的风该嗅觉 除了可以再强入侧进行游异补补位 送出盖冒 周期还能够利用出色的横移 从容的进行错位防守 紧紧的贴住小个子的突破 最后送出封盖保护篮框 在NBDL中 周期对挡插的防守非常好 甚至能同时对Pikman和Roman进行封锁 并且周期的防守面积特别大 对近程 中程导弹的拦截不稀奇 但是一个中锋可以扩大到三分线外进行封盖 这就是周期最大的优势之处 这种晶圆的感冒能力 应该是中国南篮前所为有的 也是火箭队或者NBA需要的一线能力 同时也因为出色的横移能力和过人的臂斩 周期也常常会从队位球员手中直接断球 场均有0.5个强断 在独蛇队 周期算了上市球队的防守支柱 进攻 出手区域和李冲撞区出手104次 正命三分线外出手71次 中距离出手8次 右侧底角三分出手7次 三秒区和李冲撞区外6次 左侧底角三分出手6次出手距离 可以看到 周期共计202次投篮中 几乎所有的出手都来自于三秒区和三分线外 投篮热区 主要看左边8等联盟的投篮热点 考虑到出手次数 周期投篮最准的两个位置 分别是篮下和左侧三分线外 再看右边火 舰队的热点 虽然样本很少 但周期究竟能不能利用偷射能力 作为空间四号位在联盟生存呢 这很令人担忧 得分方式周期最主要的得分方式 是翘头101次 张篮65次 扣篮33次 补篮7次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魔球理论的发明者 其实就是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 他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攻势 用以对球员进行评价和分析 在他的理论中 最有效的得分方式 分别是以下几种 三分球 扣篮 上篮 发球 可以看到周期的得分方式 是非常适合这个理论的 唯一的遗憾就是周期现在的发球 命中率不够好 刚刚超过五成 其中受助攻率最高的方式 是跳投97.1% 第二高的方式是扣篮58.1% 第三高的方式是上篮54.3% 可以看到 周期在几乎没有自己创造跳投的能力 在三分线外主要进行受助攻的定点跳投 看比赛的时候可以发现 现在的周期出手速度很快 多次上演压上跳投命中 周期有一定的持球突破能力 可以进行上篮或者扣篮 很少进行敌位单打 主要依赖机动性来获得出手机会 其他 回合数周期有惊人的攻防转换速度 他每次18分钟的比赛回合数 高达105.18次 这项数据如果放到NBA球队之中 是仅次于节奏最快的山猫队的 比第二块第七彩队还要高一些的 诚然是因为NBA有更快的比赛节奏 但是也能一定程度的说明周期非常适应快节奏的比赛 在综合考虑周期的进攻方式 周期简直就是为小球中锋 这个位置而胜的球员 相对于周期出色的护框能力 他在篮板保护方面做的还不够好 无论是总数上 场均数据上 还是高阶数据上来说 周期的篮板球都需要做到更好 我也统计了一下NBA的24场比赛数据 将大于平均时长和小于平均时长的比赛 统一转换为36分钟数据 与赛季的36分钟平均时间进行了比较 36分钟数据对比 周期本赛季登场24次 15剩9负 大于平均出场时间的比赛称作A有12场 9剩3负 小于平均时间的比赛称作B有12场 6剩6负 先说命中率 A的12场比赛命中率和3分 命中率最高 高过赛季的平均值 但是罚球命中率要低于平均值 更低于B的罚球命中率 再说得分 B的12场比赛里面 场均得分 投篮次数 三分球次数 罚球次数都要高于赛季平均值 A的比赛这几项数据都比平均值稍低 但差距不大 那么为什么A的出场时间更长呢 为什么在B的比赛里面 教练不给周琦更多的出场时间呢 考虑高比的比赛数据 盖冒 强端数据更少 犯规数明显增多 看起来周琦出场时间更少的比赛里面 应该饱受犯规困扰 因为尺度比较紧 所以周琦在防守端会遭到更多的吹拔 因此防守端数据缩水 大规次数激增 而罚球次数也大量提高 远超平均值 出手次数也因为尺度问题而增加 因为比较频繁的吹法 同时也会保护周琦比较差的对抗 博得更多的罚球 我的结论是 体能有一些影响 比如A的效率整体低于平均值 但是与体能问题相比 周琦更需要注意对叛法尺度的判断 这一点才是制约他比赛表现的最大原因 当他能想办法获得更多时间的时候 就会对比赛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比如A的比赛胜率更高 高很多 图文贝西防守能力 惊人的一对一错位防守能力 周琦总是会给对手留下一道安全距离 即使自己被小个子的脸像假动作骗到之后 还是能利用自身出色的反应速度 恒应速度迅速回到防守位置 对他的上篮进行封盖连续变相 仍然被周琦咬住 最后送出顶板大帽非常大的覆盖面积 有些小个子意识到 无法轻易突破周琦进行上篮之后 会选择后撤步的跳投 我只能说两米以内的距离并不保险 周琦还是可以利用身高距斩 进行有效的投篮干扰 盖帽反倒系统一样的封盖高度 对高打板和弧度很高的抛射 也能做到很好的限制 不建议小个子直接挑战 周琦的护光能力出色的协防一时 在强弱凑的转换补位 一记对挡插的限制都非常棒 回头观察之后迅速收缩篮下 送出封盖挡插的防守 在我看录像的时 后对这次防守印象非常深刻 一名可以在一个回合里面 同时对Pickman和Roman 同时进行限制的中锋 是有成为小球的终结者的权力 的先是对小个子持球人进行Hot Fetch 当篮球转移之后 迅速回身对大个子的上篮进行封盖 一次成功的挡拆防守 主动从大补防的责任长段 长臂的棋派医学应用 可以进行初期不易的进行传球的超节 在地位的一对一单方式 可以使用技巧站住位置 尽力使用长臂对高手上篮进行封盖 干扰进攻中其算是摩球理论的大个字母版 进攻端主要手段是三分球 上篮挂篮 防球 三分球 超过97%的受注功率 可以说目前的周期只能作为定点投手 第一点要说的就是周期的出手速度非常快 从接球到出手的时间应该不到一秒钟 因为有几次周期在两三秒钟接过 也能及时出手并命中三分球 两秒钟接过三分球 命中压Shot超越三分球 虽说这两球都不是常规的动作 但是手部动作还是比较完整的其他几球的时间比较充裕 仍然能以完整的投篮动作迅速出手命中三分球 可以看到迅速的进行出手 已经成为周期的习惯动作了 如果能点波和陈球的动作更连贯一些就更棒了 到时候就会开发出撤步跳投 急停跳投等手段 会增强三分线外的自主的分能力 再结合身高必长的优点 周期